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据市场研究公司Counterpoint Research公布的数据 今年第二季度,台积电占据纯晶圆代工市场71%的份额位居第一 台积电的市场份额较上一季度68%上升了三个百分点 与去年同期65%相比,一年内上升了六个百分点 Counterpoint指出,今年第二季度,纯晶圆代工市场整体市场销售额较去年同期增长33% 这得益于人工智慧、AI产业扩张带来的半导体需求增长 据解读,台积电吸收了大部分新增的市场销售额 Counterpoint Research解释说,台积电在2025年第二季度的 纯晶圆代工市场中占据了71%的市场份额 并补充说,这得益于3奈米工艺的量产扩展 满足AI绘图处理器GPU需求的4奈米和5奈米工艺的高利用率 以及CoOS的扩展 三星电子以8%的市场份额位居第二 然而,其市场份额较第一季度下降了一个百分点 较去年同期下降了两个百分点 Counterpoint Research表示,由于智慧型手机和其他消费电子装置的复苏 三星电子保持了市场份额第二的位置 中芯国际排名第三 市场份额为5% 较上一季度下降一个百分点 中芯国际继续受益于中国政府补贴政策 预计将向更先进的工艺过渡 联电UMC排名第四百分之五 其次是美国格罗芳德Global Foundries排名第五百分之四 Counterpoint Research预测 2025年下半年 晶圆代工企业先进制成的利用率和整体晶圆出货量预计将持续提升 与此同时 未列纯晶圆代工市场第二名的三星电子 旗下消费电子部门将优先启动 Galaxy S26 Ultra的生产 而非Galaxy S26系列的其他型号 Galaxy S26 Ultra的生产将于12月率先开始 而Galaxy S26和Plus型号则将在1月份开始制造 届时Plus型号的开发专案将完成 最初三星计划在12月同时启动这三款手机的生产 然而由于三星终止了原计划的Edge型号的开发专案 这一计划被迫推迟 三星原本打算在Galaxy S26系列中推出标准版 Edge版和Ultra版三款手机 但由于Galaxy S25 Edge销量不佳 三星最终决定取消Galaxy S26 Edge型号 消息人士透露 Ultra和Galaxy S26型号的开发工作已经完成 但Plus型号仍在进行中 优先生产Ultra型号是为了最大化公司的生产能力 此外 用于Ultra型号的OLED面板已于10月初获得批准 而Galaxy S26和Plus型号的面板 预计将在12月通过审批 这一策略调整 反映了三星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响应 和对产品线优化的重视 通过集中资源 优先生产市场需求较高的Galaxy S26 Ultra型号 三星有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占据有力位置 与此同时 据此前报道 三星电子近期在先进半导体技术领域 展现出强劲的信心 特别是对其2奈米GAA制程的进展高度乐观 报道称 在由总统办公室政策首席Tim Youngbian 主持的一次半导体产业会议上 三星电子装置解决方案部门总裁 兼技术长Song Jay Hayek 对2奈米GAA制程 给出了极高的评价 此前几年 三星晶圆代工业务的表现 一直不如人意 市场份额被台积电大幅领先 但目前情况似乎有所转变 报告指出 三星已将2奈米GAA的良率目标 从原定的50%大幅提高至70% 并计划在2025年底实现这一目标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三星高层在会议上的言论 可以解读为公司正顺利实现 其预期的2奈米制程良率和晶片效能目标 Song Jay Hayek更是暗示了雄心壮志 希望借助2奈米GAA节点的成功 最终在全球晶圆代工市场中夺取第一的位置 不过他也坦言 在追赶台积电 以及应对技术和人力挑战方面 公司需要政府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三星首款采用2奈米GAA技术的晶片 将是其字研Exynos 2600 有消息显示 会被应用至自家旗舰手机 Galaxy S26系列中 初步的内部测试结果显示 Exynos 2600效能 甚至超越了竞争对手苹果的A19 Pro 和高通的第五代骁龙8支装板 而三星电子最大的竞争对手 台积电今年底量产2奈米工艺 Intel 18a工艺也一样是今年底量产 三星更是很早就宣布了 2奈米工艺量产的消息 然而问题还是很多 三星的2奈米工艺 用上了三星第二代GAA电晶体结构 还有BSPDN背面供电 有点类似Intel的Intel 18a工艺 PowerWire技术 可以说技术指标上很先进 然而量率一直是个问题 之前传闻说能到70%了 但是现在来看 这太乐观了 首发2奈米的Exynos 2600 实际上麻烦并不少 韩国媒体10月下旬爆料称 三星工厂已经开始生产2奈米的Exynos 2600处理器 但最初的产量只有1.5万片晶圆 只占明年Galaxy S26计划的30% 而且主要用于韩版S26中 美国等海外市场还得用骁龙8旗舰 不仅数量不够 2奈米晶片的量率也远未到理想水平 消息人士称整体量率只有30%左右 Exynos 2600 因为晶片面积更小 可以生产出更多晶片 现在被认为量率达到了50%左右 三星因为还要代工特斯拉的AI晶片 因此迫切希望提高2奈米量率 明年AI6晶片市产之前 希望将量率提升到50% 不过真正想降低成本 并且稳定供应的话 2奈米晶片的量率要达到70%才行 这意味着三星还有很多坑要填 总体而言 目前来看 2奈米工艺上最稳的依然是台积电 至少台积电已经拿下了15个客户的订单 显然量率早已是全面过关了 要不然也不会有这么多重要半导体厂商 敢跟进生产如此昂贵的晶片工艺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